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来关心 这高宏安办公室这性贫事件 是不是真的没有处理好呢 因为四叉猫公布了一个最新的录音档 这是高宏安曾经跟当事人在讲这件事情 他说被指控的这一方有叫化的可能 也不希望事情闹大 认为办公室很无辜 不过在今天受访的时候 高宏安则是强调 当时的性贫事件处理流程都是有进行的 而且也有时候教育训练 高宏安办公室性贫事件再被爆料 这回讲话的主管正是高宏安本人 高宏安解除被指控的当事人 有叫化可能更怕事情闹大影响声誉 高宏安态度很是无奈自称无辜 担心事情曝光冲击自身 我们对于性贫的处理流程都有做过相当多的一些宣导 还有教育训练 如果说今天这个离智的助理 他有一些争议的这个事情的话 那我当然也建议说 让助理他们当事人之间可以来讲清楚说明白 办公室双方当事人各说各话 但主管高宏安的处理态度 如今摊在阳光下 更被质疑没有负起该负的责任 而至于前民众党的党员林冠年 则是到北检区递交了高宏安的涉贪证据 那么高宏安对于这整起事件 他都说从选举以来就是一直不断的被抹黑 他说这个事件只不过是他自然而已 就讲得好像他会被关40年 大动作到北检 前民众党员林冠年在递交控诉高宏安可能涉贪证据 内容也包含录音档 针对林冠年的法律行动高宏安不愿回应 但北检17号正式分案 将他和男友李中庭列为他自案被告 案犹是贪污 高宏安坦诚确实打乱选举节奏 岁月静好 然后到后来是惊涛海浪 到最近可以说是枪林弹雨 只是个他自案 就可以讲成是我要被关40年 这一种好像互相攻击私领域 或者互相去揭窗拔这样一个负面选举 我相信市民朋友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依据只是他自案 高宏安对被列为被告似乎不以为意 但他自案转真字案 前立委林异事涉贪就是潜力 向前澎湖县议员陈万贯 只因为赖的截图被检察官掌握 申请羁押获准 去年遭判刑十年六个月定验 高宏安的案件发展得由证据说话 涉嫌诈领助理被案高宏安强硬以对 新竹选情蓝白搞暧昧 甚至街头还出现他和蒋万安同框的宣传车 一度让路人议论纷纷不演了吗 驾驶澄清只是刚好接案子 但新竹选情弃保传闻不休 高宏安表现底气十足 但市政在法院最终由司法来决断 三立新闻许前温文轩 台北新竹报道